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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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是用那個圍觀的去看那個記憶 然後我做的不是人 我做的是果銀 然後這張圖啊其實是果銀的頭 這個是我們用S光去把果銀 那個影像把它打出來的 因為人實在 太複雜了 它有860億顆的神經 然後它實在 以現在的掃描技術 或者是要取得它的 所有神經跟計算的 方式我們都沒有辦法達到 這樣子的目標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果銀 這個模式生物 果銀大概13萬顆 然後現在那個清大的 江岸市腦科學中心那邊 它把那個13萬顆果銀 我們已經蒐集到了9萬顆 我們希望是先去見 這個果銀的腦神經圖譜 跟那個大腦的圖譜 然後希望藉由這樣的圖譜去了解 學習記憶在這個網路裡面 它生成的在哪裡這樣子 我們要找果銀的這些神經 我們必須做一個逆向工程 在上面的這個影片其實是 我們把果銀變透明 那個整個腦啊 把它變透明 然後用光學顯微鏡去掃 知道這個果銀的那個外觀啊 跟它的 所以我們建構了一個果銀的模型 然後把果銀的每一個腦區 都把它畫出來 然後再把所有 收集到的神經放進去 它的這個神經的收集 其實就是我們把果銀 腦變透明之後 然後它的螢光蛋白和在裡面 然後用3D顯微鏡 像剛剛上面的那一種技術 把一條一條的果銀的神經 把它用出來 然後再放進去 這一個標準的模型裡面 這些神經 我們已經把它收集在Fly Circuit 就是我們建置的 這一個果銀神經的那個資料庫 現在我們已經達到9萬顆的神經 從剛剛建好的那些圖譜 然後我們怎麼樣去探討它的功能 在果銀我們就是利用那些圖譜 我們去知道說它的視覺區 可能有這些腦區在控制 然後還有這個它的嗅覺啊 什麼東西都在這邊 然後這個就像說 我們會常常用光去抑制果銀 或者是它聞到東西 就像它聞到CO2的味道 它也會去做某一些動作 我們就會了解 想要了解它在腦袋裡的資訊 是怎麼去流動的 你看它這個的複雜度 光一顆神經 它連接的其他神經 它就非常的多 這只是單一顆神經 我們現在的技術已經把所有的神經 它的下游神經 或是它連結的每一個神經 都已經把它的圖譜給完成了 然後利用這些圖譜 江老師的實驗室就可以找得到 長期記憶的這些神經 這些神經是怎麼從這個區域 傳到下一個區域 做了哪些動作 他們利用這個資料庫去做了它 每一個神經我們猜 它大概有十個三次方的圖 圖圖就是它訊息要接收 要傳遞的那個位置 有的會比較少啦 但是平均大概十的三次方這樣子 在這樣子的十的三次方要兩兩計算 因為我們要知道 神經之間的彼此連結跟溝通 所以我們要兩兩計算 大概要十的二十六次方的運算 宇宙其實才有十的二十二次方的行星 2004年的時候 腦科中心開始跟國網中心開始合作 從到了2011年我們主機進入百大 2017年我們台灣山羽號PETA主機 2018年台灣山羽號主機 這一台啊 它是台灣有史以來超級電腦最厲害的一台 前五百八第二十名 它是全部整台都是由台灣自己製造的AI電腦 由廣大台庫跟華碩 一起完成了台灣第一座的超級電腦 除了剛剛那些計算 我們還有好多海量的神經影像 大概九萬筆的神經影像 還有一些它的基因表現量的影像 他們互相要去知道 這個是哪一個基因表現 要在這邊做一些影像的比對 然後還要做它的circuit 或是它的扛 就是它的連接 像現在實驗室 江小師的實驗室 它其實可以控制果影 電腦其實它的記憶就是在這些 有一個type 有一個這些 這些其實年輕人大概是用在前面嘛 後面應該是屬於老人家的 動物腦呢 動物腦其實它記在哪裡 它其實是在記在我們每一條神經的線路裡 它可能 它不是在單一個腦區裡 它會在這些circuit 我們講的circuit就是一群神經 就是有可能是這個接這個接這個 這樣的一群神經 記憶就存在這一群神經裡 你看人的大腦就像宇宙一樣 光這個是海馬尾那邊的神經 大概就一千億的神經 像銀河般的神經 這個就是神經之間 它們在對話的溝通的地方 我們叫突出大概一百萬兆 人腦大概一百萬兆 就像星星一樣 這邊很多其實就像黑洞一樣 我們還很多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了解的只是一個靜態 但是其實神經的流動是一個動態的 動態這邊其實要整個神經網路的動態 其實現在還是在科學上還是需要挑戰的 神經網路的強度有很高的可塑性 會因為你的記憶學習而改變 行為也會因為資訊在你神經網路裡面流動 計算轉軌而改變 神經連接體其實神經就是我說的 就是神經網路 它是每一個人一生的經驗 每一次的學習每一次的事件 都會生成記憶改變我們的連結 然後其實這些研究其實來自於 國防中心的一些同仁 還有江安士老師 和張修銘博士 還有長庚的AI中心 還有清大的廖重碩老師 清大生科羅中心 還有東海的事情 這是這些教授的研究的一些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